哈喽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红歌声乐 打卡练声 跟着视频练起来 上个视频 让大家跟着用通道打开 喉头立起来 阳光打开 你练了吗 你跟着视频练了没有啊 如果今天上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在这个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你有遇到什么困惑 或者感觉不知道自己练的对不对 你也可以私信我 你也可以发我私信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老师呢会在根据你的描述的情况 我可能会在视频里回复你的问题 请大家多多评论 多多留言 今天呢 在昨天的基础上 让大家找到高位置 我们唱歌一定要有位置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唱歌呢 如果声音一首歌曲 肯定有高音有低音 很多人呢 往往呢 他不注重低音的练习 一上来就 老师我高音上不去 我高音卡 急 就是不通透 就一大堆的问题先提出来 我会这样回答 你低音练好了吗 胸腔共鸣有没有呢 所以呢 我们 所以我的课程呢 它是先练中低音区 然后逐渐逐渐到高位置 到鼻咽腔 到头腔共鸣 我们呢 就是有三个腔体 他有胸腔共鸣 他有鼻咽腔 也有口腔共鸣 到你的头腔共鸣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要在打好低音区的准备 低音区打好以后 逐渐逐渐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 今天呢 我给大家去练哼鸣 什么叫哼鸣 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 这个就是 哼鸣就是 最容易找到高位置的一个方法 哼哼哼哼哼 不要里面不要太紧 松开一点点 嘴巴微微张开 哼哼哼哼 跟着视频做 能不能做到这个声音 哼哼哼哼 声音要扬起来 哼哼哼哼哼哼哼 身体不要落下来 拖长 前面后面都一样 肚子鼓着 就练这个声音 把这个声音练得明亮 刚开始做 这个声音可能也没有那么明亮 声音也没有那么大 可能是很小 哼哼哼 有些人呢 哼哼哼哼不出来 也有 就是这种情况是千姿百态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不管你是什么起点 不管你的起点在哪里 一定要跟着这个视频慢慢来 不要灰心上气 小就小一点 能大则大 能小 大不了就小 没关系 慢慢练 慢慢练 先练感觉 先把它练对 哼哼哼哼哼哼哼对 这个你看 眉毛抬起来 哼眼睛瞪起来 两个笑肌抬起来 你看 两个嘴角往上扬 哼哼哼哼 很轻轻的 哼哼哼 你每天就这么练这个哼 把声音练得明亮了 练得这里有感觉了 这些都是五行当中 它是一个机能的训练 就是说把这一部分的肌肉 要练得有弹性 是你这个声音出来也有弹性 声音出来才会有力量 它需要这个肌肉来帮忙 你才会有力量 所以呢 你看是这个哼鸣很简单 但是你要真正把它练好 不简单 看是简单不简单 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你要把它做得精致 做得到位 再拉响一点 我们都是在头腔顾鸣 还有保持它的气息的运用 声音的明亮度 声音的穿透力 都通过这个哼鸣的方法 把它训练出来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头腔顾鸣 用哼鸣 找到头腔顾鸣的位置 刚开始 轻轻的 慢慢的逐渐逐渐 掌握了一定的翘膜以后 声音大 跟着视频 练起来 如果遇到 在练习中 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会根据大家的留言 会帮你们解决问题 好 喜欢我的视频 收藏 关注 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